随着豫狼鱼港恢复卸货和批发活动 部分的湿巴沙鱼饭早上重新营业 可是鱼货的数量和种类都少了一半 价格相应上涨了两三成 记得无良相报道 豫狼东24街 第254座巴沙的四个鱼滩 停摆了两个星期之后 早上再次售卖豫狼鱼港的鱼货 据观察 仍有三个鱼饭仍未营业 受访的鱼饭指出 豫狼鱼港恢复运作的第一天 有些鱼货在当局加强把关下 被令退回 加上部分的鱼商仍在隔离而无法复工 进而推高了鱼货的批发价 尽管如此 摊贩并没有把所有增加的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 以免熟客流失 记者也走访牛舌水一带的方林巴沙 这个巴沙因为出现冠病病例 被令关闭两个星期之后 今天重开 不过38个档口中 只有两个开档做生意 至于小贩中心 则是有三成的摊贩开档 小贩代表指出 多数熟食摊贩认为 开了也没有人敢来 所以有的决定延后到 下个星期才营业 是有三成的摊贩